NDRODUCDILANDUD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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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DRUD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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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心窍开悟之后,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 道能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不曰天天大道。 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 道因为无取无来,不生不灭。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不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叛之初,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 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实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绿来形容它。 故大道无明强明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且有条不问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比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千金万点。 穿下诸多血恶从善的修实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时无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 未先门外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在先天之先不为天,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指。 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指。 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惯,无所不惯,无所不惚,无所不惚。 万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万彻了三十三天万,万彻了千金万典,万彻了千法万法,万彻了千教万教,万彻了千佛万祖,万彻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人必须知真觉。 一击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万彻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道与我有蛇们关系造的宝贵,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惑。 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长,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约信底,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 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信底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可殊之处,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确实时刻刻离不开他的人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道不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是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兵贩夫狗族。 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间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体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可要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事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而不增不减,本字举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质底,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以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 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万灵真宰也,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再无身,一切万能。道离无身,此身败无异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仍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进行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真理不也是一样吗? 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虽成千上万。 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运用自如,再也能试,再耳能听,再口能言,再疑能闻相丑。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试,此其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只主宰这天地万物,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情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灵,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的这有形有像的肉体,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也像貌肉人,但像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个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地在坏死间少和变化之。 因此,有形有像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 不居数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价我。 对于真我和价我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到时会详细解说。 现在只简单地提出两点。 首先,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叫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真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假我而做出害体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 真我、假我且条绒和。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 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自门无法开启,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迫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灵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 百年之后,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 千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千金万点不如一点。 此点打开玄观正门佛门。 天行大路一步直超极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月祖超金月点超月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 不约超生了死提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 此能及世人人原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此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十个机缘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义。 离苦的乐人生在世,遭受种种之苦恼,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 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召回我们本有智真智善智美智族人们。 永恒不休的真我。 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 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 至于智善,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 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趋极毙凶,朝向光明。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 逍遥自在。 耳朵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 道的真义便代代单传独兽。 其末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 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 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 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小战。 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 造成大气臭痒成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之变。 散掉了天灾人或连连。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浩洁。 因此,上帝宏恩慈悲。 特将大道谱传于世,一万就良善。 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着道心,以良心待人处事。 当遇又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 必能灾地结。 逢凶化疾。 此事验证甚多,不生没举。 三超生了四人生, 又如一段苦乐相堪的旅程。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 终究成空, 微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吸毒畅广。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 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 因此故人为求超生了死, 尽必生之力苦修苦行。 仍难以仿的明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谱传, 先道后修, 在求道过程中, 天命明师一指,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天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 我们得到以后, 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方面, 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世皆何于良知。 百年之后, 真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 四, 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 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 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 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 求道之后,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见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道的好处,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尽其一生, 精净不屑, 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 归天之后, 必正圣贤果未无疑。 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 明师一扁玄关开, 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 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先天大道的尊质贵至宝也。 先天大道, 天命宝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之机义。 飞是在言与文字相声音可得, 飞是在千经万点上的。 飞是在奖经说法上的。 飞是在世智变聪上的。 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 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 一上街是生死法对待法。 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此自己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其妙即义。 此者是无师智。 此智是妙智妙智。 此智此慧是我本来不佑的。 由先天带来的。 一集是在找回来天地人, 万物万类未生, 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到清老心也。 先天大道之妙, 此妙之贵。 妙不容颜,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一集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 不用思想, 不用念喉, 不用言听事动。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 这天地人万物万类, 时可分妙也一步开其妙用妙能。 不约万灵真主宰也。 摄若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和汉星斗乱续, 日月无光。 亦不能轮转, 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 摄若大地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这金木水或土不能相陪, 则片像丛生, 山峰地裂海水枯干。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 摄若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寸步难行。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 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妙智及乙。 摄若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的支持而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 绝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 当体即佛已。 不曰如来佛如是佛也。 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 不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 事实上,我们能得闻天天大道。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 将自古不清洩的大道复传于是。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 组上有得根基深厚佛缘成熟, 才能够顺利求道。 此外, 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意得到以后。 愿意鸣疾病施剑刀的精神,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 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 二德道以后,愿以能力所提,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 三德道以后, 绝不将求得的三宝告知任何人。 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帖路给其他人,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 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律。 这良心愿, 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 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见良心愿, 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净之正因道种, 使他顺利蒙芽开花结果。 才不致虚度这天在南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主德的光。 至故上天开恩, 只要我们修道有恒,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 超生得救。 我们的子孙逆的硬币。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 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 则不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仰的人, 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天天大道, 拖出轮回之苦地狱之灾, 世间的穷通受幽观寡孤独生老病死苦。 而反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 必须我有得欲六万年良成家旗的幸运。 我本人心地善良。 我有先天跟机身后, 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 刺激天元。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 做善事, 此即祖上有德。 我牧人欲道颖宝师赌博得道, 赐佛缘以至。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 或一同又修过宗教今生欲天道将事, 一同得道修道, 此乃佛缘以至。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现今正值上天恩开。 先天大道普传, 正就良善之时。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 与众生起机为原则。 因此求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 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一旺许多人苦修苦练, 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 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 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 穿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使人人皆有共瞻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又以下几点来看意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 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 不只在各大门创始之前, 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 道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 任何教们, 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 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 不只宗教, 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 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稳和与印证。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 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 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 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 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 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 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以, 求道后的规界, 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 由真我良心主在自己, 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对法之钻研上下功夫。 三, 不照良心愿行。 有和透过很重要的一点, 求道并非从外再加集我们良心与真理, 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 找回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 因此, 求道后, 所有真修实行之人, 皆是自动自发的。 师父, 求道后, 求道后, 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 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 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 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 而自然改过向善。 四, 圣凡间修真我之实践, 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 因此, 现今大道谱传, 并不要我们家舍业, 到深山谷寺之中修炼, 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 圣凡间修。 在日常生活中, 时时刻刻一言一行, 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一归, 就是真我之实践。 物由提升自己, 而天善天下求道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 心灵更和谐。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 解自身之提升, 影响周遭之人事物, 继而会成一股力量。 在这只是天理良心日虚伦丧之潮流中, 匡正人心力挽狂澜。 如此必能造日实现先天大道谱传之宗旨, 其弥勒佛的原词大愿化无则的人间为人间净土, 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国。 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到是宇宙的至高真理? 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 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 真正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会体认到, 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 许多甜甜得道之后, 发出了大诚心大庆心大智慧, 真修真情皆能参悟道。 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道, 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 甚至一朝一暮, 皆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提认至此, 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 而尚未求道或刚求道者, 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 以便定初步的信心。 以任何人, 只要有求道, 经过深诞天命之明诗点开玄观正门, 传授三宝者。 无顿其功德高深为末, 此后皆是身软如棉, 面色如生, 灵性有正门归天, 东不挺诗, 下不复臭。 甚有多智数日不变, 亦相满事者。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 但却无法否认各事实的存在。 这种现象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 但极其罕见而珍贵。 而求道之人除信道不笃于反道败德者, 不敢定论外其余则比比皆是。 肉身既显似锐香, 足可正其灵性已登善尽, 当无疑问。 二人虽为万物之灵, 其实是很脆弱的。 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难免天灾人获得威胁。 甚多以求道者, 在遇到人里不可挽救之危急情况下, 成心使用三宝, 皆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种例证多得不可生数, 无法在此依于例句。 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 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以求道。 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 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 此后,就随着人的诚心智慧及对真理之实践, 而又或深或浅不同的体验了。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希望各位具有善真, 有机会能得闻大道的天生女士。 皆能入宝山而满载而归, 皆能求道而同真善定。 介绍了解释放入大道的天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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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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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what all saints and sages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had been searching for. The essence of Tao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ure. The law or the power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universe was formed is beyond description because there were no civilizations nor creatures, let alone languages. Since it cannot be applied any name, we simply call it Tao. After the world was merged, along with the mutations of the universe, we see the harmonious actions as exhibited in seasonal changes, rhythms of time and tide, and the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 We also find some conformity of human nature across various cultures. These prove the laws of nature. This is the extension of that original Tao when it is substantiated and materialized. It merged into everything that is with and within us. Now that we know Tao is present universally and yet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there have been prophets and preachers trying to make us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the truth of life through various teachings and literatur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They were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As a result, great commandments were taught to disciples and goodness and badness were differentiated. These teachings varied,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culture, background, timing and the level of each individual's comprehension. However, they all tried to express and transmit to their descendants, this creator and chief of the universe. It is God, or what we call Tao.As we get to know it more and more, we will realize that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ffect covers every existence without any exceptions. Dao is actually the headwaters of all religions.It embraces the essence of all the preaching and teachings. And yet, it is superior to the system of belief.It is the nature, the universe itself. Dao or God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uthority and power of nature.It is also the headstream and superior to all.It is the unchangeable principle. Understanding Tao allow us not only to discover the center of all religious belief,but also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rigin and the highest power of nature. We will then be able to relate ourselves to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To probe further,Dao existed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ll,yet it was not anterior,which means that the creation was embedded in it.Dao emerges into the creation,yet is not posterior,which means that it is not thereafter limited. Among those created,however large,they can be measured,however small,they can be detected.It is only Tao that cannot be measured of its immensity nor detected of its existence. Therefore,it is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and leaves nothing excluded,and yet it can b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and leaves nothing not penetrated.It is ubiquitous.It merges into and governs all.It is in charge of the space,the earth,human beings,all the creatures,and all existences. It penetrates and regulates the entire universe.It penetrates and regulates the entire universe.It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scriptures,sutras,as well as dharmas.It encompasses all the religions,and it is what makes one a buddha or a saint.It is the single chief of all.And above all,it is in charge of each individual too. It is the divine self.It is the divine self.This is the true meaning of Tao.We should get to know it this wayand rediscover our own invaluable treasure.So,to practice Taois to revive one's own conscience as well as everyone else's and to act upon it accordingly. Then,all people can be of one spirit,all nations can be in peace like a family,and the great harmony will come true. How precious Taois.Ii.Dao and me the significance of Taois in its immensity and ubiquity.It's mightiness guides the universe to carry on with changing seasons and evolving creatures.The countless aspects of the natural phenomena seem so capricious and yet really in order and in cycles. This almighty being also resides in each of us.It is the divine self,the natural quality of a person.It enables us to see,to feel,to taste,to hear,and to move without learning. While we research the ultimate truth in the universe,we should turn in upon and see into ourselves to discover that divine self.We will find the rules that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comply with the way we are.Thou is not something too far to reach,nor too mysterious to comprehend. It is nothing particular.It is nothing particular,but has to do with our daily lives.We cannot do without it. Every movement we make.Every movement we make,in order to see,to touch,to feel andto think,is associated with Tao. Consider how many wonders are hidden in our body,how delicately our physical functions are carried out. For example,when we shake hands,the components involved would include the coordination of joints and muscles,the chemical reactions of energy,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through nerve systems,and the actions occurring in our brain such as issuing orders,making judgments and analyzing situations. Even with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knowledge we have developed today,we cannot completely reconstruct such a function. Yet the ability to perform such a simple movement is there for all individuals,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a person as knowledge and his slash her being a grown up or a baby,a scholar or an illiterate. Theses are the kind of abilities we come equipped with naturally,without learning and being taught. It sits within us and is unchargeable.It is Tao,never diminishes nor inflates. Worldly knowledge acquired through learning can be forgotten. A gymnast can abandon his slash her techniques and a musician can lose his slash her skills without practicing. The essence of Tao and its extension are always in charge of the macro universe the nature,and the micro universe the human being as self. We are associated with it unconsciously since the first day. Because it encompasses the whole nature within us,we also call it native self. Tao is within and surrounding us. It needs not be worshipped nor debated over. Because its existence is unconditional,regardless of race,color,nationality,religion or status. It is impartial and stays constant. In receiving Tao,we not only find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but also the divine self. We get to know the highest power in the universe as well as the genuine nature in charge itself. We discover the ultimate truth of the cosmos as well as the integrity of ourselves. Recognizing that the laws which govern the universe also govern us makes us be able to return to our true nature. To probe further,the most essential concept in Tao is that we all possess it intrinsically. It is the wisdom and ability we were born with without learning or practicing. It is one as conscience,which is like the spirit of God the divine and immortal nature. It is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 For this reason,we call it genuine emptiness,which means that to be really empty,it goes beyond emptiness and can therefore have marvelous existence in it. Marvelous existence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ky,the earth,human beings,all the creatures,and all existences. With omnipotence,Dao is called great lord of all beings. This almighty being is not only in charge of the entire universe,but also in charge of oneself. So the proverb is,Dao is within self which is the drive of all one's abilities,a physical body without Tao is useless. This is the treasure that we should all realize and fully explore. Aye aye aye. What it is in Dao when we look around the world,we admire the miracles and wonders of nature. Countless things change and move simultaneously every second,and yet in order and in harmony. So do our bodies. Countless biochemical reactants and physical functions occur concurrently within our bodies. Without learning and thinking that come subjectively,the thousands of activities that happen within us are the extension and action of Dao. And altogether,it is one single self. It functions naturally and automatically without the need for our intents to be involved. This is the effect of Dao within us. Dao is not only in control of the universe and nature,but also in charge of every human being in his slash her own actions. In other words,it is the same sauce that governs us as well as everything else. Dao is invisible and intangible,but it has been working out its magic before day one. Thereafter,languages,cultures,religious scriptures,literature,and civilization were developed. They all originate from Dao functioning within us. People don't you realize it is Dao that has been residing and working within us and had used soul to represent the confusing and yet irrefutable being. Because it is eternal and intangible,we also call it true self. This true self is the most abundant,brilliant,and imperishable being. Let us take a look at our tangible body and see if it can be the true self. We know pictures taken throughout one's life show different faces and expressions. We recognize people by face,but our looks change and are not permanent. The handicapped,with impaired arms or legs,can also lead a complete life. One with a transplanted animal heart is still a human being. Even our brain cells keep decreasing and changing every second from the moment we were born. Therefore,the physical body is only the interim residence of the true self. Though it seems so real,solid and alive,it turns into dirt eventually. We call it false self because of its tentative and transient nature. By recogni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e self and the false self,we understand the reason and importance for us to receive Dao. Luckily,we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of receiving Dao and learning the three treasures. The three treasures are straightforward yet profound. The meaning and details of them will be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right of receiving Dao. Here,we only discuss two issues. First,by receiving Dao,the true self gets plumped out. It leads to our conscience. Upon the time when material pursuance surpasses spiritual seeking,giving up the true self only makes us a walking corpse. In order to fulfill and satisfy the sensational desires of the false self,we may commit wrongdoings and harm others,eventually creating troubles for ourselves. Our inner conscience is identified and enlightened by receiving Dao. Thus,the body gets to a work with the spirit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harmonious way,making our lives joyful,and meaningful. Second,by receiving Dao,the front door or main gate of our bodies gets opened. It leads us to conscience,mercy and wisdom. When we leave the house,we leave through the front door. If the front door is locked,we may have to leave through the back door,or even by breaking the window or jumping off the balcony. We may fall and get hurt by doing so. Our body is like a house,and our soul is the master who lives in the house. One day,when the body is aged and depleted and the soul has to leave,we can imagine its horror if it cannot leave through the correct exit. This is the pain and discomfort human beings experience at the comfort.